宇宙大道和龙不熊过过去一万年来还没有什么他想要的东西得不到呢 转眼前那软软的龙不熊已经到了宇宙大道的手里 大道先生小女孩眼泪汪汪的恳求着道我不能和我的龙不熊分开 如果你一定要带走他就连我一起带走吧 宇宙大道低头看了看小女孩 他觉得这小女还挺可爱 连他一起抢走也不错 于是宇宙大道同意了小女孩的请求 而且大概是因为在这特别的日子里 他的心肠也格外好一些 他还同意让小女孩回去收拾自己想要带走的东西